哈囉大家好,我是阿Ben 歡迎收看本頻道 很開心見到各位 身為遊戲人,要知遊戲事 過了13年 《心靈殺手2》終於要在今年的10月27號上市 想必各位疏迷都狂喜到跳起來了 這部影片將帶各位一起看《心靈殺手2》的各方各面 像是玩法、劇情、遊戲特色、推出平台 希望大家在我的解說下 能對這款遊戲有進一步的認識 也希望大家先準備好手電筒 以免影片看到一半時被黑暗魅影抓走 在影片正式開始前 麻煩各位訂閱本頻道加打開小鈴鐺 以及幫我看廣告,非常感謝 《心靈殺手2》是一款第三人稱恐怖動作冒險遊戲 由綠美迪工作室開發 也是它們有史以來最好看、最漂亮的遊戲 這間座落於芬蘭的工作室曾推出過許多筷制人口的作品 像是江湖本色、量子裂痕、控制 可見它們有豐富的製作經驗 《心靈殺手2》是《心靈殺手》的直接續集 二代的許多玩法與劇情都與一代有關 講述暢銷驚悚小說作家艾倫·韋克 與妻子艾麗絲到太平洋西北部的量鋪鎮度假 卻意外遇上一連串超自然現象 導致艾麗絲被黑暗魅影綁架 穿著潛水裝的神秘人教艾倫如何用光明祈拜黑暗 自己的作品有改變現實世界的魔力 最後,艾倫順利救出艾麗絲 自己卻被困在黑暗之地的小屋中 《心靈殺手》有趣的地方在於整個遊玩過程 不知道這一切的經歷究竟是真實發生 還是艾倫的幻想 整起事件本身就很撲朔迷離 就算全破也還是覺得不可思議 遊戲機制跟其他遊戲相比也挺與眾不同 因為艾倫要用光明擊敗張牙舞爪的黑暗 所以得先用手電筒、閃光彈、信號彈削弱黑暗俘虜 再用手槍、彩蛋槍、獵槍殺死 黑暗魅影不只會抓人 還會用汽車、油桶、工程載具阻撓艾倫前進 其實這遊戲最強的不是槍 而是超猛的手電筒 因為完全不會壞掉 而且還會隨時間慢慢充電 只可惜不能用手電筒K人就是 另外一個重要元素是 散落在各地的收集物、啟程的原稿 透過在路上撿到的扇葉 玩家將能預先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或是更了解這個世界 這不僅僅只是單純的收集要素 告訴玩家這個是什麼、那個是怎樣 而是故事裡的故事 讓玩家能更沉浸在神秘詭訣的氛圍裡 除此之外 我還蠻喜歡收看葉犬節目 因為可以探討一些有趣的哲學問題 官方表示 即便沒有玩過一代 也不會看不懂二代劇情 當然如果有玩過一代 那就會更了解二代的故事 二代與一代最大的不同 在於二代走的是雙主角路線 除了當艾倫 也要操作一位名叫薩家 安德森的FBI犯罪心理分析專家 與另一位同事前網量鋪陣 調查一系列的宗教獻祭謀殺案 綠美迪工作室不會強求玩家 再核實玩哪位角色 想要先玩艾倫或是先玩安德森 完全沒問題 交叉完更沒關係 不過少部分關卡有強制要求得扮演誰 但也只是少部分而已 艾倫被困在黑暗之地13年 生不如止的他每天都想一周了之 卻要頑強的不斷寫故事來逃離黑暗魅影 艾倫得保持理智 才能在虛構的紐約市活下去 安德森在發現艾倫的恐怖故事收稿後 發現故事的場景與怪物一一在現實世界出現 嚴重威脅他的人身安全 也阻礙他與搭檔辦案 兩人發現他們似乎能以某種媒介注意到彼此的存在 而且還相互影響著 Hard與一代不一樣 一代把血量、彈藥之類的資訊放在上方 二代則是集中在右下角 攻擊敵人時 一樣得先用手電筒削弱 再用槍擊斃 各位可以看到本作的血腥度比前作更上一層樓 被擊中的傷口血肉模糊 紅紅的更加明顯 某些比較脆弱的物件會有物理破壞 藉此顯現敵人 不過手電筒帽是不如一代的 因為不會自己充電 看來得多多注意電量跟常減電池了 在進深戰或是敵人丟斧頭過來時 玩家可以使出閃避躲開敵人的攻擊 一定距離下還可以使出近陣攻擊 武器按照現在洩漏的遊玩畫面 有手槍、散彈槍、十字弓 此外,受傷後也不一定要跑到路燈下 也有止痛藥、醫療包可以恢復血量 艾倫還有某種特殊裝置 可以馬上切換成另一種現實 幫助自己通過障礙物 或是取得相關線索 本作採用了偵探解謎設計 玩家扮演安德森時 可以隨時進入一處沒有敵人干擾的心靈之地 使用報告欄上的資訊來思考、分析、收集案情 從中找出破案關鍵 綠美迪工作室表示這個心靈之地是安德森的思考具象化 這種方式可以幫助玩家更好了解安德森的所思所想 我蠻喜歡這個設計 因為可以隨時回想之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幫助我這劍王仔回憶劇情 從IGN的試玩來看 本作有解謎要素 而且有些具有挑戰性 不是那麼容易就解開 還有 與NPC對話採用對話術設計 因此有多種回答選項、增加互動 心靈殺手2是一款單機遊戲 沒有本地合作分割畫面 更沒有多人對戰 本作支援繁體與簡體中文 因此英文虎手也可以放心玩 不用擔心 綠美迪工作室表示 遊戲發售後將繼續提供免費內容 還有兩個付費DLC 分別是夜泉跟湖畔小屋 至於內容是什麼 工作室還沒說 到時候就會知道 這張沒什麼藝術天分的表格顯示 登錄平台、價錢、版本 大家看自己的需求來選擇 本作只有數位版 沒有實體版 官方表示現在很多遊戲跟主機 都只有推出數位版 而且不做實體版才可以把價格壓低 話是這麼說 但XBOX版最貴 不知道在貴三小 預購任意版本的玩家 都可以獲得如圖所示的預購特點 豪華版跟標準版的差異 在於豪華版包含了前面提到的兩個付費DLC 以及一些如圖所示的特殊塗裝 買豪華版沒有辦法提早玩 都是在10月27號上市 電腦只在APEX上程推出 想要買的人得考慮一下 這張圖片是電腦的系統需求 各位要注意一下自己的配備 看能不能順順跑 《心靈殺手2》對綠美迪工作室來說 絕對是迄今為止推出過最大 最野心勃勃的作品 而對各位蘇米來說 在過了這麼久後 終於看到正統續作 想必也都迫不及待的手刀預購 也打算在發售當天大玩特玩 動載所有擋在前進路上的黑暗魅影 我也跟蘇米們一樣 很期待《心靈殺手2》 究竟會帶給我什麼樣的燒腦體驗 另外我蠻喜歡在一代登場的巴瑞 因為他非常有喜感 而且還是艾倫的出生入死好夥伴 超級有意氣 希望能在二代見到他 那麼以上就是本集的所有內容 如果想知道史上最不甩政治正確的關卡 為什麼會產生極大爭議的話 也歡迎點擊左邊的影片喔